邱老师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邱老师一开始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好 我现在是在做声音跟表达的教学比较多 然后我之前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非常喜欢看舞台剧 后来我就进了剧场 然后跟林文斌老师开始学主板快书 甚至进了戏剧圈就是学戏剧 然后三年后我就觉得 哇剧场表演真的太有趣了 我就直接进了剧场 就是工作这样子 后来因为车祸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做比较劳动性的工作 就进了配音圈 慢慢认识了我的老师 然后他带我进入教学这一行 所以我现在才会开始做声音表演 好你说你一开始接触这些表演艺术 后来挑主板快速威力 一开始入门 为什么挑这个最难的 那相对相声像话剧来讲 是真的难度最高的我觉得 对但是因为我就觉得 文斌老师在台上表演超帅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在台上发光 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 就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表演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表演真是超棒超帅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厚着脸皮去找林文斌老师 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学 我就这样子跟着他 所以后来我也开始帮文斌老师做教学的工作 所以掌握那个节奏之后回头再来演相声或演话剧是不是相对容易多了 对因为其实包括我现在的教学也是 我那时候就是教学的时候就发现说 当我用就是所谓的主板快速的技巧 我当初在学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问文斌老师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会情绪是需要这样展现 然后文斌老师当然会跟我解释 可是他用的会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提起来的话 情绪会比较饱满 但是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有一个所谓的科学原理 后来我自己学了唱歌的发声配音这些之后 我再回过头来看主板快速 我才知道说原来所谓的文斌老师说 这样提起来会比较有情绪的状况 它其实是比如说中文的声调的关系 然后或者是这边的情绪开心的情绪 它本来就是比较张扬的 或是生气的情绪 它本来就是比较张扬的 所以他才需要提起来 他其实是可以用一种 比较科学的分析方式去来 剖析这些东西 反而是回过头来看这些表演 反而让我的教学变得比较更精细吧 所以以前都传统师徒制 所以说老师说什么 大概也就是只能模仿学习 然后就是照他的这样一个步骤 但是背后都有些科学基础 就是声音的一些流畅或唤气 是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说 是把当初我学到的这些技巧 因为已经都学会了 我当初真的就是有点类似硬背的 就是先把文彬老师教我的东西 全部先照着模仿下来 因为我听力很好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把我以前练的背的这些东西 然后去思考 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这样 然后试着去把它剖析出来 所以就写成现在这一本书 听力好是不是记忆力就会好 对事实上语言能力也会比较好 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因为听的话就比较能够模仿 跟模拟声音的状态 那这样唱歌也比较不会走掉 对对像我只要听过一两次的歌 我大概就可以唱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很多人key不准就是听力不好 听力比较弱 事实上这是可以培养的 像我的唱歌老师就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天生会走音的人 只是说你有没有去理解跟熟悉这件事情而已 因为你听不出差异 你自然就唱不出标准 对没错没错 而且有可是有的时候 听不出来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听 就像我们小时候 对我小时候跑步也是跑很慢 然后我就会问老师说 那我要怎么跑得比较快 老师就会说你就是没有 没有努力的一直往前跑 要用力 什么要 什么手要摆动 什么脚要大步跨 就是他们可能有些老师 就是只能讲出这样子 是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告诉 像后来我的健身教练 他就跟我说 是因为你的脚是整个非常用力的踩在地面上 所以变成花费太多力气在跑 就没有办法跑得很快 对 所以其实能不能掌握到精细的技巧这件事情 我发现说只要你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你能够让学生了解 尤其是小孩子 因为刚开始我在教主板的时候 其实都是教小孩 我发现说孩子他并不需要知道理论 他只要知道怎么做就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都是在孩子们身上实验 我就发现说只要孩子听得懂做得到的 拿到大人身上他们一定做得到 刚有讲到你生命的一个转折 是因为车祸才不能做劳动性的工作 只好做这些比较细腻的工作 先讲一下那个车祸是什么 哦好那一次就是被一台车子 我已经让他都让到路边了 结果他竟然把我撞飞这样子 对所以那一次有点严重 还好没有受到太大的比如说什么骨折啊 或是什么肋骨断掉之类还好没有这种非常严重的伤害 可是那时候就是我那一次车祸之后 我第一个发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我只要 因为我的声音很高 可是我只要想要发高音或是比较大声的时候 我的胸口就会有一种闷住的感觉 哦心肺受损是不是 对就是以西医来说因为骨头没有受伤 所以他们就说没事 可是以中医来说就叫什么气血淤色是不是 类似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就想糟糕这个这样子不行 因为如果没有高音的话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因为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高音 所以没有高音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 因此我就开始很积极的去就医 我一个礼拜去看三四次的医生 看中医吗 对看中医 因为西医说没事 叫我自己好好休养就好 所以我就看中医 然后那时候中医师就建议我说 因为我去场毕竟还是要办东西啊 劳动性比较强 而且几乎做洗都没有那么正常 他们就建议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先好好的休息 让身体完全复原 可是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所以那两年就是靠我妈支柱 对然后我可是那两年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就这样子浪费 就是真的只是在休息的话 有点可惜 我就想配音也是一种表演 而且那时候真的很单纯 我就觉得说配音嘛 反正就是脖子以上 对坐在那边 然后讲话就好了 真的跟现在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一样 我们只要说就好 结果后来进了那一行以后才发现说 其实我的身体受伤这件事情 对于配音来说其实也是非常 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控制我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的声音的控制度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这两年作息调整是有搭配中药吗 对对我吃了半年的水药 而且自己煎这样子 还好现在都有科学中药 不用煎他有煎好的 直接一包直接喝 对直接就加热然后喝这样子 他都帮你料理好 对对对可是就蛮痛苦的 因为我很怕苦 所以不用搭配冰糖吗 我其实到后面刚开始的时候我吃完都会吃糖 就是喝完都会吃糖果到后面我真的可以直接 我甚至有时候还差习惯喝都没有 习惯了就对对真的都是已经习惯了 对但是就我觉得还好我自己有花那两年时间去调养 现在是真的几乎已经恢复大概至少八成 所以后来就因祸得福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么说 就对声音更细腻更敏感 搭配配音也有很多一些技巧要学习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最重要是那时候我又进健身房 因为后来两年后医生把我放出来 就说你可以靠运动复健 可是我就很怕自己又练坏了 因为毕竟两年多没运动 肌肉他整个的状况是很差的 所以我就报名了健身房去找了一个比较懂 就是所谓的复健的教练 一对一 对一对一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严重 我需要一对一的教练协助我 去让我能够让我的身体能够更舒服 后来有明显的感觉吗 有有 其实刚开始真的还就没什么太大的感受 可是大概一年多以后 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到身体的用力方式 跟肌肉力量不一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其实我六年前七年前 有一次胃食道逆流 那个时候 那个胃食道逆流 其实跟我身体受伤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的身体控制力不好 然后再加上因为工作 慢慢案子又变多了 压力就变大 所以我那时候胃食道逆流 声音又差一点坏掉 我那时候以为我又得换工作了 可是还好我又找了蛮好的耳鼻喉科医师 帮我把声音慢慢慢慢就是 维持住让它不要恶化 最后还帮我治好 对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七年前到现在 这五年的过程中 因为我有一直不停的做肌力训练 然后加上我之前的所有的声音训练 还有医生他给我的一些建议 跟我们之间的讨论 就是这些东西让我开始更关注 自己说话的时候 到底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我把这些回馈到我的学生身上 他们就发现说 真的蛮有效的 而且可以很快速的解决 他们的声音问题 我就发现 这样子的话 似乎这条路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开始更往这一块走 我的发声课程是大概 十年前跟唱歌老师学了以后 我觉得这一块是有市场有发展的 也很适合我 所以我就开始做 一直到我威时到逆流那段时间 他才算有一个大要紧吧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身体更理解了 所以我也开始能够看得出来 别人的身体 就是别人在说话的时候 他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 那你可以去协助办案 听那个声音 然后说谎还是说真话 FBI是不是有这种课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声音 他本身也是可以传达很多的情绪 之前印象最深刻就是 有一个学生 他说他爸爸的声音不太好 因为他爸爸住在彰化 所以他问我 可不可以跟他爸爸通电话 后来通电话以后 我就发现说 他爸爸的声音就是讲 他的声音是正确的 可是很奇怪 就是到尾音 每一句的尾音的时候 就会莫名的衰弱跟沙哑 我就 我后来就跟那位同学说 我觉得你爸爸的 应该不是声带的问题 但是有可能是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地方 有状况 可是那应该是生理性的 所以我建议他到大医院去照口径 后来他带他爸爸去照口径 发现是 就是脖子声带附近长了席肉 所以等于压迫到声带 让他在讲话的时候 声带没有办法自然的动 切除以后 声带就恢复正常 所以他就说 哇很感谢 但其实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没有把握说 是不是真的这样 就是在医学医疗这一块 当然我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医疗体系 可是因为我的听力很好 再加上我敏感度高 这几年又这样子 很专注的在注意我自己的声音 跟学生的声音 所以我可以听得出来别人声音 所谓的好跟 有一点不好 或者是他的不好 有可能会是什么造成的 对对对对 这样更高阶 有没有人可以用声音占谱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些人听声音就知道 嗯对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最近要注意怎么样 这个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真的有用声音来测个性 或者说 就是说你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 但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可行的 但我个人比较 比较喜欢科学性的东西 它可能是个数据啦 对没错 不一定百分之百精准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 像我也有一门课 就是帮学生分析各种声音的状态 然后说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 他可能会是怎么样 我们常常会运用在业务 或者是客服上面 对啊 我看到有一种职业是宠物沟通师啊 对对对 看你的宠物照片 他就知道他现在什么心情 对对对 其实他也算是通灵的一种 我比较不擅长做宠物沟通 就是跟动物植物我比较不擅长 我比较擅长是跟人 对而且我很擅长所谓的情绪 情绪共感吧 对就是我能够很快的去抓到对方的情绪状态 所以我再加上现在我对声音的理解 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判断 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声音 他有什么样子的状态 尤其因为心理会影响生理 对 比如说他比较害羞内向 他的声音自然就会这样子比较内收 对对对 这个我就可以帮助他去强化他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其实也有上一些心理学的课 我现在学了催眠 是 也就是为了说利用心理学的课程去帮助学生 因为毕竟有时候声音的调整 他其实也是心理上的调整 对对对 其实坊间还是蛮多声音教练 对不对 其实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样 有些是声音魅力 有些是什么声音沟通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就是觉得发生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完全就是走声音这一块 也就是所谓的声音调整这个部分 再加上因为我自己的敏感度跟听力的确也是比较好 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发展这一块 想在听力上去试着让大家觉得说 找到学生他需要的声音改善的痛点 好那既然讲到声音调整 他是需要专业人士才需要 还是一般人也需要 一般人都需要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平常一整天都在讲话 对专业人士他当然需要是比较精细的 或是更更细致的调整 可是一般人的话 比如说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 我们有时候早上起床 如果我们整个人就是这样子 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没有用力 或者是没有精神化 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闷的 就是不好听的 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把你的声音提起来 或是有意识的去 让你的声音到达比较舒服的状态 甚至你的眼神 眼睛是有提起来的话 你的整个的状态 就会让人家感觉是有精神 所以其实是可以搭配肢体动作 对对对 不是纯粹靠嘴巴 因为如果没有肢体动作的话 身体比较容易会僵硬 就是当你的僵硬 尤其现在我们 我们现代人就是所谓的3C产品用很多 那当你3C产品用很多 我们就很容易驳背肩膀内收 甚至于抬脖子 在肩膀这样子的状态下 如果你用身体很强硬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耸肩 或者是就是脖子会拉扯的更严重 影响到声带 对那个科学数据是说 我们的人头是有一个重量 所以你低头滑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是承受很大的重量 对对 因为像我的书里面有一张图 就是其实我们的头骨 它是有点像拳头的形状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圆形 它是一个前面大然后后面小的地方 那我们的脊椎又是在脖子 就是在后方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的头是需要肌肉去支撑 让它能够沉起来的 因此当我们在不正确 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垂着的时候 其实你的肌肉 它反而是非常用力的一直在拉扯 对肌肉来说 它反而就这就是为什么会肩起酸痛的原因 好我们回头来讲这本书 听说写了七年 是因为文字叙述很难对不对 对用文字去写声音 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把它写出来 因为我里面全部都是演练 所以变成说你要怎么样把它转化成实际的演练 让大家能够去理解它到底是在说什么 尤其比如说像上课来讲 最抽象的东西叫做声音的对象感 或者是所谓声音的集中度 这个东西你怎么让学生用讲的很容易 比如说我这样子比较发散的这样说话 跟我这样集中的讲话 我只要一示范学生就知道了 对可是写的话 你怎么让人家用文字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有办法去做到 所以就这一块卡了三年 所以你有没有搭配线上课程 有而且我们里面书里面有QR Code 就是大概有55段的示范影片 那你都比较简短吧 你有没有录一个长时间的课程 有有我在我们网路上 我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YouTube频道 有一个叫做声音大解密 的片段我有录了大概是 目前是有10个片段 就大概都是7到10分钟左右 会稍微再详细的去解说 到底声音是什么 对然后我们也有线上课程 或是当然我自己的课程 就是你要越详细的那个课程时间 当然就是越长 所以可以搭配文字内容 搭配你的示范影片QR Code 以及你的YouTube的一些长影片 是是是 三个地方都有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本书 四个章节 是不是就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一开始从练习发生之前 好对练习发生之前 我就是发现现代人真的 因为我们常常坐着 或是生活真的越来越舒服 所以我们的上半生的活动度 越来越不好 好除了让大家去理解 所谓的声音概念之外 在第一章里面最重要 其实就是伸展跟放松 我们现在人因为上半生 比较容易紧绷 尤其生活压力大 工作忙 所以怎么样去放松 你的声带周围的肌肉 然后让你的复制发生 能够更顺畅 还有用力 比较不会伤害声带 因此在第一章里面 大部分的人都会先聊 复制发生 可是我会先从 所谓的上半生的放松 让声带不要受伤 让这件事情先聊起 这个瑜伽运动的伸展有关联性吗 有类似的 事实上我里面的伸展运动 几乎都是教练或者是 复健师教我的 所以他其实跟所有的运动 或者是跟所有的 就是所谓的暖身 还有运动完以后的伸展 都是一样的 所以身体的放松 对发生是有帮助的 应该是说 如果以健身教练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 我们肌肉会收缩 肌肉收缩了以后 如果你没有让它 恢复原本的弹性 它就会一直是 非常非常紧绷的 那我们的身带也是 也是肌肉 它又是很薄的肌肉 当你周围的肌肉 比如说你的肩膀 你的脖子的肌肉 都很紧绷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 你身带的弹性 它就会非常紧绷 那因为它是振动 振动 然后又是薄薄的肌肉 当你很紧绷的时候 你这样振动 就比较容易碰撞受伤 对 所以怎么样去让身带放松 我觉得反而会是 现代人在学说话 跟学发声的时候 非常 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章的原因 所以整个放松 并不一定是指头部 这个肩 喉咙这边就对 是整体的放松 对 因为现代人除了肩膀 比较紧绷以外 还有一个地方很容易紧绷 就是腰 对 我们的腰也是非常容易紧绷 当你腰一紧绷的时候 你的所谓的核心肌群 就是没有办法用力 就会变成只是单纯 用肚子去推你的力量 你就没有办法 让你的腹肌跟臀肌 两个一起联动 所以说话 就会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大声 你就会觉得讲话好吃力 然后会觉得 怎么 为什么我说话 人家看起来很轻松 然后我讲话 讲完累得要死 身带还不舒服 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第一章篇幅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吧 对 好多示范动作 对 就是因为我发现 其实在现代人来说 伸展放松这件事 其实反而比用力 还会更重要 我们都太过于专注 怎么样让你说话 去用力 可是却忘记了 其实你要能够舒服的 就像我们演奏乐器 比如不管是弦乐器 或管乐器 当你刚开始不会的时候 你就是很用力在吹 或者很用力在拉 用力吹还没声音 对 而且或者是那声音 就很难听 就是很躁 所以怎么样去让 那个声音是舒服的 然后去控制那个力量 其实第一章的放松 我觉得它会是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也是我放比较多篇幅的原因 好 那放松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正确的发声 正确的发声 讲话不是只有靠嘴巴 其实还跟我们的腹部 是有关系的 对 对 因为我们的身体 其实有点像针筒 就是针筒 我们小时候 有时候会玩那个 自然科实验 不是会里面装水 然后把针筒这样一推 就会有水喷出来吗 是我们的呼吸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们的核心肌群 把我们的气推出来 然后吸进去 也就是为什么横隔膜 它会往上往下扩张的原因 所以如果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想象成一个针筒的话 所谓的核心肌群 就是我们底下去 推那个推筒的那个力量 如果这样想 就会比较简单 就会知道说 哦 所以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声带震动 而是必须要运用核心肌群 去帮助让你的呼吸顺畅 让你的声音跟着呼吸 因为毕竟所谓的说话 就是空气经过声带震动 所以它其实就是说话 只要声音能够搭配着 呼吸顺顺的走 那么你在说话的时候 自然就会很舒服 所以第二章就是 大家都会说第二章很像体育课 对好多练习 对而且几乎都是 我真的就是找健身教练来示范 因为很怕会错误 或者是让大家受伤 误人此地 对对对 所以我在那一章就比较谨慎 因为毕竟那一章 它真的是牵涉到另外一个专业 可是我会觉得 当你的下半身 所谓的核心肌群 其实我们不用练到像运动员 或者是专业的歌手 那么的强劲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力量 你能够去控制 就可以去让你说话比较舒服 好第三个章节讲到 这个声音清楚饱满 这个清楚可能是需要一点正音 那饱满的话不是先天的吗 对饱满是先天的 就像我们 比如说喇叭或是吉他好了 它本身它的共鸣腔就在那里 那是先天的 可是如果你的弹奏技巧不好 你就没有办法弹出饱满的声音 吹出饱满的声音 所以包括我们说话也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不是上半身容易前倾 脖子容易抬吗 像我现在这样在讲话的时候 你看我声音就变薄了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声音是 呼吸来到了头腔以后 它经过跟骨头的共振 那我们头腔刚好是一个大的空腔 所以它就有点类似在一个房间的正中央讲话 它声音就会饱满 所以如果你让你的身体偏差 也就是你站在比较靠近墙边的话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感觉 好像有点被卡住或闷住的那种感觉 所以事实上我的课程或是这本书 就是在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让你的声音 回到最饱满的那个点 让你的共振是漂亮的 因此很多学生来上课 第一堂当他们比如说 他们把脸部肌肉抬起来 或是把他们的下巴放松以后 让他的嘴巴里面的共鸣 回到口腔的正中央 就像是有点像是在山洞中间 就是有回音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会发现 自己的声音变厚了 自己的声音变饱满了 自己的声音变好听了 所以其实所谓的饱满这件事情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 只是你能不能去控制它在正确的位置 还是可以练习就对 对对对 这个都是可以练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这个长得比较粗犷 那可能先天讲话就很洪亮 所以这个就跟这个练习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出生 其实如果你小的时候 婴儿的时候 你的哭声可以很嘹亮的话 就表示其实你的声音本来就可以很洪亮 只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生活可以算是太幸福吧 我们出门有车坐 然后有舒服的沙发可以躺 所以我们的肌肉就不想用力了 当你的肌肉不用力的时候 你的共鸣自然就会偏差或是跑掉 对 尤其现在很多不是都是说什么会肌肉酸 或腰 刚说的腰紧绷 肩膀过度的抬 这些其实都是姿势不正 那你姿势不正就像你在演奏乐器 如果你拉的角度 或者是你吹的角度不对 它的声音就是不会好听 对你举那个小婴儿的那个声音真的是这样 它有生存的危机 所以它就哭得很洪亮 对而且它其实那个时候 它就是靠自然本能在生活 再加上刚生出来 它的身体机能几乎 除非它先天有一些身体的缺陷 不然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 基本上在刚出生一定就是最好的 它就是最完善的原厂设定 所以在这样的原厂设定下 当然我们的声音就会是最好的 就跟手机电脑越用越慢一样 装了很多有的没的 所以我们需要微调 甚至需要删除 重灌 是的 我就是在帮大家重灌 第四个部分学了这么多技巧 最后就是教你怎么样轻松又舒服的说话方式 那是不是要先区分场合跟用途 对 但是所谓的场合跟用途之前 我觉得会比较像是学游泳的时候 你学会了拨水 学会了踢脚 然后怎么样把你的拨水跟踢脚合在一起 让你可以先好好的游个几百公尺 对 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在这个部分 第四章我其实一开始讲的会先是这个 就是你怎么样先把前三章 所有的一块块的东西结合起来 变成一整个 在你说话跟工作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运用上去的 然后它才会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根据情境 根据工作的需要 去做不同的改变 因为如果你连最基础的自然状态 都没办法达成的话 你要去做到所谓的改变 你就会变成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低音 一般来讲像我低音如果是这样 它就是厚的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到 正确这个低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这样用压的 这个声音就会是用压的低音 你就会觉得容易不舒服 或觉得自己的低音怎么 没有别人这么洪亮 所以所谓的舒服自然的说话方式 或是整体的协调 第四章一开始写的是自然音高 我的自然音高其实就是 你在声带最舒服的震动下 能够发出最好听的声音 所以就是先把这些技巧整合完之后 自己再去做调整就对 对所以我是在第四章的最后面才写到 关于比较是情境或者是所谓的变声这一块 就是高音低音怎么去掌握 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 我还有第二本书 在情绪那一块是写在表达那一本书里面 所以在发生这一本 我会比较希望大家能够专注在自己声音的正确度 这件事上因为进入进入技巧以后 大家就会很专注去学技巧 对然后就会忘记了所谓的观察自身 尤其我们现在外界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都把自己的专注度 投注在外界 我其实这本发生书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身体 然后关注自己的声音状态 做内观吧 是 好最后讲到一些声音常常问的一些问题 很多人来学声音跟所谓的正音是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它跟正音有关 可是正音的话它会比较着重在 就是你在咬字舌头啊口腔的训练上 但是对我来说所谓正音 这其实也是从那个主板块书那一块 我直接发想出来的 我就发现说只要你的脸部肌肉的正确度对了 你的里面的空腔是大的 所以所谓的因为我们以前在相声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寒灯大鼓曲艺里面有一个叫做寒灯大鼓这个艺术 现在其实已经几乎失传了 就是它要含着一个棍子上面有蜡烛 然后就是你在唱一段鼓曲的时候 你不能让那个蜡烛的火熄灭 对就是这个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嘴巴是几乎不动 就维持这样 是 它其实跟富语素 西方的富语素是类似的 西方富语素也是嘴巴不动 然后能够发出各种的声音 那我就发现说 原来其实当我们的嘴巴整个打开 也就是你的脸部肌肉正确以后 你里面的空腔就是你的口腔里面 就会像山洞一样打得很 开得很大 然后整个是空旷的 你的舌头就有位置动了 所以自然而然你的发音就可以很正确很标准 而且你的口水也会自然的回流到你的喉咙里 对所以事实上 所谓的咬字发音 它其实也是建立在发声的基础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第三章 也是会介绍所谓的咬字发音 正硬的这一块 就是因为其实它跟所谓的说话的肌肉 甚至发声它也是息息相关的 好最后这本书全彩印刷 是因为很多示范动作 对就是不习成本 对啊这个用文字叙述已经很难了 还要搭配这个清楚的照片说明 是没错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怕说 只有照片有些东西 还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还拍了影片 对就是它里面就是有照片有影片 全彩印刷 完整的工具书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去了解 怎么样去练声音 怎么去学声音 所以这是你第一本书 也是你的代表作 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后续第二本就比较丰富一点 对第二本它比较算是在走情绪跟表达技巧 就是完全是在讲说话技巧 怎么跟别人沟通互动 可是发生这一本它就是完全关注在自己身体的状态 怎么样让你的声音更好 怎么样让你的声音饱满清楚 所以这本是基本功了 是没错 那会不会年纪越小来这个做调整是越容易的 对对我像小孩子来大概通常只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就完成了 可是如果是大人的话 通常最少要四个小时的课程才有办法完成 因为我们养成坏习惯太久了 要改坏习惯是比较难的 像小孩他们就是白纸 甚至四五岁的 有时候跟他玩个二十分钟 然后告诉妈妈要怎么去提醒他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大概五六岁正在学说话的时候来调整是最好是不是 是但是这种孩子对我来说也是有难度 因为这种孩子他还没有习惯所谓的听老师的话 而且他就是很自我 因为毕竟幼稚园孩子他们都还是处于自我自我的阶段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的 然后愿意去配合这件事情 通常就会需要家长的协助 所以一般像我的课 我都会跟爸妈说 如果真的没有太大太严重的问题 大概小学四年级以后来练习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真的已经比如说已经开始有沙哑 或是声音真的太小含糊出不来 那么我可以先帮忙去找到他身体 现在协调哪里跑掉了 或者是哪里可以去强化 让家长可以帮助他的孩子 慢慢的去找回他应该要有的状态 所以那个练习的方式跟教学方式会是完全不同 就不同的年纪就有不同的状况 甚至同年纪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状况 是的 我对我来说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的学生都说我很像人声的调音师 对啊 因为我们都会羡慕那种唱高音很厉害的女生 可是其实都忽略自己本身声音 还是有自己的特质跟魅力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音跟低音 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身体状态的话 其实 尤其流行歌曲 像我的唱歌老师就说 其实流行歌曲 它的那个音域其实是没有到很广 不像歌剧 它其实会拉到非常广 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运用你的肌肉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唱流行歌曲的 不管男生或女生的音 你高音跟低音其实你都是有的 所以听起来帮助非常大 这个声音学好之后听力变好 听力变好之后记忆力也变好 语言也通了 没错 所以我们是身心灵成长课程 好 谢谢邱老师 我们介绍这本新书声音灵极限 谢谢 谢谢